总统夫人蔡令仪她助选好像出球了吗 这个情况是她来帮国民党的林明珍站台 但是在说的时候说如果是当选 那我们男投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把当选跟落选给搞错了 今天看起来也难言尴尬 而另外一个要带大家看的是 在台中的部分又是如何呢 强龙大咖对决兼蓝绿都有大咖来助政 之前胡志强不是说忘了约吴敦毅吗 今天他就找他来互动是备受关注 而另外苏贞昌跟吕秀莲 礼拜天到台中来替林家龙造势 好 往南走再看的是在高雄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这是陈菊她的民调持续的是领先 但问题在于现在登革日的疫情 看起来相当的严重 这也扰乱了整个选情 我们会带大家进一步来了解 而小英呢她今天前进到嘉义市 要替徒刑哲来催票逆拼陈宜珍 鞠躬在鞠躬 嘉义市长候选人图醒哲 站在菜市场路口 双手不只握得琴还握得紧 专攻婆婆妈妈 再看看旁边助选团队 老婆助理通通都是女性 就连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特地南下 这败票地点就选在垂阳路 认为垂阳路无法让男性称雄 嘉义市才都是女性市长 图醒哲日前这番话引发争议 民调从迎转输 该怎么就选情 蔡英文特别选在垂阳路 举办妇女活动 果然小英出马 士气大增 人气也呛呛棍 抢着握手合照 把市场挤得水泄不通 嘉义市政坛最大特色 三十一年来都是女人当家 有女生当市长 相较图醒哲 失言风波 民调拉警报 陈以珍甜美外形 主攻女性议题 吃香不少 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两边候选人 极力争取女性票源 要夺下首长位置 暂顺廖国雄 加一把